今天早上九点多台中风源中正路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休旅车整台偏离车道竟然往路边的银行往前冲撞 从驾驶车内的镜头来看 当时门口还有民众只差一点点就会被撞上 而停在骑楼的六台机车当场被撞到 休旅车继续往前冲撞 直到撞到银行玻璃门之后 整辆车才停了下来 好在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现场的民众跟行员还有保全都已经是吓坏了 那么肇事的是56年次的送信驾驶 警方初步调查驾驶疑似要出门工作 但因为身体不适而且恍神开车经过时 才会整台车失控冲撞银行 事后警方也实施酒策驾驶没有酒驾情势 至于该赔偿的损失 肇事驾驶得负起责任